我們之前要錄製的啦 那今天我把它改成我不是錄製 我拿來改的 我拿上個範例的程式拿來改 所以以後的話呢 假設你需要一個程式 那你其實可以很多地方可以找到 比如說像我們你們之前寫的也是 或者是你從Google查到 或甚至ChangePT也可以幫你產生程式 那只是說有些程式 我是覺得你們可能比較需要的 應該是不見得一定要從頭寫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你要如何修改 OK 這個我覺得修改 可能比你從頭寫這件事情 應該目前來說還來得更重要 因為你說這字要從頭寫 哇 那真的簡直太困難了 但是你要改應該比較簡單 跟我剛剛也沒改什麼字吧 但是你要 但是比較難的地方是說 你要看懂到底這個程式 哪些地方是你需要修改的 有沒有 那因為我可能我看得很熟啦 所以我一啪馬上就知道了 但是你們可能沒有那麼熟 不過沒關係 你總會熟的一天吧 那怎麼樣能夠熟 一定要多做吧 OK 多看吧 因為其實它長得就這麼樣 而且其實說真的也沒幾個字 說真的啊 如果跟那個寫作文比起來 那這簡直太簡單了吧 這簡直小兒科 小學作文都比這個寫的還多吧 OK 至少要寫個幾百字 其實沒有幾百字吧 這幾十個字而已 而且很多都重複嘛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當然就需要做什麼 比如說我當然 將來這個可以再把按鈕做上啦 按鈕加上去的方法 一定還記得吧 這邊有個插入什麼呢 這個用錶單控制項 這邊有個按鈕按下去 然後這邊就加一個黏不就好了 把黏加上去 然後再加一個清除 OK 這之前我們做過啦 我只是把它稍微複習一下 然後那我的習慣是黏做好之後 把這個複製 為什麼 因為將來如果要做一樣大小的 按鈕比較麻煩 比較難 所以我習慣把這個貼上 按右鍵再修改它 把它改成清除 有沒有 複製這個名稱 再把這個名稱給貼上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那這樣就完成 我要清除跟黏的效果 一樣的道理 如果我要錄區跟路階道的話呢 那一樣嘛 其實你就把這個黏怎麼樣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在下方 然後改一個區比較好了 改應該會啦 其實我就簡單改一下 其他細節你們自己再多練習吧 做熟了應該也就沒什麼困難 這個位置不一樣 所以其實把G 把F通通改成G比較好了 所以其實有四個地方要改 有沒有 就是你游標放哪裡 然後向下填滿的範圍從哪裡到哪裡 然後呢 填滿的公式那就不是這一個 填滿的公式就是這一個 所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取消 然後一樣把它貼過來有沒有 這樣子就完成區了 欸 區試試看 那清除的話呢 剛剛只能清除年 欸 那如果區也要清的話怎麼辦 還記得吧 我講過 你可以把那個藍有沒有 本來只有F嘛 那你把它改成G比較好了 它變成F跟G 欸 甚至如果你H也要的話 那你把H加上去就不要 那這樣不就等於是F到H 這個整個範圍都清掉 我試一下好了 欸 不不不 先不要清 因為這個公式我們還要用 所以這個先不要喔 不然你一清 這個公式等一下沒有 你要再去找 不要麻煩 先改G好了 你也先不要太大 慢一點沒關係 好 有沒有 然後再輸出公式 OK了 那再來下一步的話呢 當然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入街道 不過入街道比較麻煩喔 第一個它公式非常冗長 第二個的話呢 欸 有沒有 這個就把它名稱改一下 改叫入街道好了 三個字喔 一定要取消 我直接把它從那邊貼過來 這樣比較快喔 然後這邊改什麼 改H 然後這邊一樣改H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啦 看起來好像都是自己重寫的 但是其實重點都是修改比較多啦 所以你會發現城市很多地方都是貼來貼去改來改去的 OK 好 那最後的話那公式喔 這公式比較麻煩喔 因為呢你要把這個公式貼過來 因為第一個它非常冗長有沒有 還有呢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喔 因為在VBA裡面的雙引號喔 它已經當成是文字的開頭 文字的結尾 那你公式裡面也有這個雙引號的話 會造成它兩邊的干擾 就是它不知道說到底你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還是城市裡面的雙引號 我前面好像講過喔 如果你公式裡面雙引號 請記得把它全部都變成兩個 可是喔 你會發現這邊實在太多了 有沒有 到底是一個 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五六 哇這邊就六個 這邊又六個十二個 哇這邊又... 所以總共的話應該六成十八個吧 至少十八個 所以啦 以我的習慣喔 因為如果你直接貼過去 自己再慢慢加 我的經驗是很容易 第一個很麻煩 第二個很容易出錯 所以我想到一招 就是把這個公式要貼上去之前喔 我會先一樣喔 複製取消之後 我的習慣是會先把它貼到那個什麼 記事本 利用記事本裡面有一個 叫做取代的功能 用取代功能喔 好處就是第一個快 第二個絕對不會錯 所以我建議喔 如果你那個雙引號很多喔 如果兩個沒關係 自己打一下就OK 但是很多的情況下喔 這個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的方... 自動換好了 用取代比較快 取代的話就是一個雙引號 變兩個雙引號 因為這是它的規則 然後把它按一下全部取代 一下就好了 你要多按 多按一下變四個 OK有沒有 兩個...兩個... 兩個...兩個... 第一個它速度很快 第二個的話呢 它絕對不會錯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程式最怕就是出錯 只要你程式一個小地方出錯 我跟你講你光找錯 你就找得頭暈腦脹了 OK...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要把程式寫好了 記得你想的方法 盡量就是不要出錯 就是好方法 OK... 當然你說老師那要出錯喔 這樣怎麼辦 其實出錯你就要自己慢慢看啦 所以真的有時候... 像這種問題 比如說我貼上一個地方出錯啦 假設啦... 我跟你講你要找錯喔 你... 找不如你剛才重寫算了 所以有... 之前有同學說 是我這邊貼上去錯了喔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 我直接跟他講說 你自己從... 你乾脆重新貼一次啦 會比較快啦 不然的話我要幫你慢慢找喔 那真的是很頭痛的事情 所以啦... 這樣執行應該OK 貼上去喔 然後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可以... 大家來弄一下看看 那所以一樣喔 把這邊再清除 這個時候就可以真的把它清掉了 再加一個H好了 清掉 這個就清掉它 然後路階道把它填滿 這應該都寫對了 H...應該都有 檢查一下 OK... 那沒問題執行 有了 就沒問題了 然後... 那但是啊 如果像之前有同學喔 他貼完之後發現有錯啦 為什麼錯啊 我隨便啦 其實我後來... 我也不知道哪邊 我隨便改一個地方 他只要有一個地方沒改到 可能這個地方我隨便刪一個喔 他會變成像這樣子 不過還好耶 他還蠻聰明的耶 他會直接這邊停下來跟你講 你看一下這個地方 有沒有 最少一個喔 補一個 也還好啦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假設這個地方出錯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 他跟你講說 你必須是... 不過他不會... 直接告訴你說 你少一個雙引號 他不會這樣敘述 他的敘述是什麼樣呢 必須是... 這什麼東西啊 兩個冒號 然後陳述式結尾 他其實喔 那為什麼會這個訊息啦 主要是因為喔 因為你這邊加一個雙引號 因為雙引號有頭就有尾 所以他這個意思說 你有雙引號的頭 可是卻沒有雙引號的尾 所以呢 你要不要檢查一下啦 這個是他的敘述方法 所以啊 你其實也可以看出哪裡錯啦 OK 好 那這樣應該就沒問題 不過我建議啦 你用取代的方式 就基本上不會出錯 OK 那這樣的話OK了嘛 那這樣不就是一二三 三個就OK了 然後這樣的話 再做三個按鈕出來 那這樣子 我們就完成 有沒有 所以這兩個區跟路街道 那我就是把這兩個一起複製到 兩個一起複製按Ctrl鍵 先按Ctrl再點這兩個 然後再複製 有沒有 如果你要兩個的話 你要按Ctrl鍵先喔 然後貼上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改成 這個叫做區好了 然後這個叫做入街道 按右鍵指定入街道 好 這樣試試看 年 區 入街道 清除 OK 所以其實 今天的部分呢 跟上一個範例 不同的地方是 我們不是錄製的 我們是修改的 差別就是錄製 他會自己幫你加模組 所以記得以後 他的結構 Visual Bay的結構 一定是把程式 寫在模組裡面 如果你將來要增加任何按鈕的話 對應關係一定是一個SUB 所以這個SUB 對應到這個 也就是他按下它 他就ROM它 這個的話 對應到這個 那這個的話 對應到這個 那這個清除的話 就對應到這個 OK 所以以後 如果人家問你說 在ESALE裡面 如果要增加一個按鈕 要該怎麼做 那你就在模組增加一個SUB 把程式寫完 再插入一個按鈕 不是說可以ROM嗎 對 其實就是這樣的概念 好 那這樣的話 最後啦 如果你希望更快的話 就三合一 有沒有 所以我們之前不是多一個三合一 三合一還記得吧 自己再寫一個SUB 有沒有在底下寫 其實在寫上面寫下面都可以啦 他的SUB其實沒有 沒有在管說到底你寫哪裡 反正你只要寫在模組裡面 的任何位置都可以 然後名稱的話 也就要三合一好了 然後呢 直接按Enter就可以了 接下來的話就是什麼 再來按一個TAB鍵 打一個Core 然後Core後面的話就加上年 有沒有 然後再加上那個 Core年嘛 所以我把這個名稱貼過來好了 然後再Core區 Core路線 欸這樣就OK了 三合一了 扣年扣區 扣路接到 OK好 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完成 又多一個三合一 啊收拾看好了 這樣就更簡單了 一次三個 三個都OK 最後的話又把這個三合一加上去 執行 還亂玩OK了 所以這樣子其實做 做一個功能其實並不會太複雜 而且做完很多事情 都一勞永逸了 有沒有 每天 我覺得 你可以創造一些東西 把規則建立起來 這樣執行我覺得還滿好的 OK 有些事情感覺就是 它本來是很混亂的 很麻煩的一件事 突然間它變簡單了 誰不喜歡按個按鈕 什麼事情就搞定 OK 所以你就把這個功能學起來 以後任何事情 以Sale裡面的資料呢 它就乖乖的每天都幫你自動完成 哇 那你每天做事就很簡單了 有沒有 那當然啦 現在用的資料還算少的 以後資料多沒關係啦 反正你就把東西做出來 然後你 比如說每天像 比如說那個金融業好了 金融業資料也那麼一大堆 那反正你就把規則寫好了 有沒有 有沒有以後一按早上你就知道說 該怎麼做分析 你要怎麼去 如果你是分析師的話有沒有 哇 你每天把規則弄好 你就知道說你該買什麼 該賣什麼 有沒有 然後把比重哪邊做分配一下 哇 那又很快嘛 所以像最近不是什麼ETF之亂 大家都分買什麼ETF有沒有 那ETF背後其實就是很多人幫你管 你到底該 你如果不想要買股票 你不想研究 那會有專門的人幫你做分析 那就那些分析師 那他怎麼知道哪些該買哪些該賣 那當然其實他就需要做一些事情嘛 不然的話 那總不可能每天都自己在那邊 土法列鋼慢慢再去看那些數據 那永遠看不完 甚至呢 現在還以很多 都已經做到所謂的城市交易了 交易都不需要人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時間到了 那個只要是公司 你要處的那個規則 自動就下單了啦 自動買進自動賣出了 還等你 對 如果半夜的話 那個 你需要賣的時間點 那個剛好出現 那你怎麼辦 你從不能半夜爬起來弄 所以很多時候呢 都是用電腦做交易的啦 沒有在用那個人工的 OK 所以以後我 很多工作其實慢慢就不太會需要 用人工這件事了 那為什麼 因為人工太貴了 OK 所以未來很需要的就是 你需要具備有這樣的能力 其實你說背後 到底你做哪些事 其實倒也沒有嘛 按右鍵 插入模組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程式貼過來 改一改一改 改完就OK了 好 試一下這個部分 那這個就是我們 希望各位去把它做出來的 那當然呢 其中報告也是一樣 其中報告不外乎就是說 你利用那個 把本來的這個日期分割出一個年 再把地點分割區跟路接到 然後呢 接 再來就是把它變成那個VBA 這個聚集錄製 或者用VBA 然後呢 再來就是把這三個畫成三個圖 OK 就是你三個問題的答案 你就把它分別繪製出來 那最後當然就寫一個簡單的心得報告 這樣子就是我們其中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專題 那請各位試一下這個部分 先把這邊先完成好了 然後呢 就是我們看到一個 這邊有了 還有一個 但是要請 prere士官方的 似乎 那叫我覺得 我們的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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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